哈囉,現在君君又在展場直播 昨天大家都說我的衣服好辣 大家要習慣,其實我平常工作就是這樣 私底下我是很輕鬆休閒的啦 等一下帶你們去看更辣的 那今天一樣喔,我們也會訪問展場的模特兒 還有帶大家看國外的模特兒 現在我們一起去吧,Let's go 大家每次都說我的服裝太辣 我讓你們看看,什麼叫做辣 你叫什麼名字? 哈囉,我叫Abi Abi,你的舞跳得真的是有夠棒 學多久? 我在這行快十年了 你快十年,所以舞者是你的職業嗎? 舞者是我的職業 有沒有其他副業? 比較難耶,因為我們除了表演以外 我們還有團練,然後還有要自己的上課等等的 所以不太會有時間可以再做其他的副業 所以Abi,請問一下啊 在國外工作是不是海玩,然後又有賺的比較多? 賺的比較多是當然 畢竟我們出國了嘛 那是因為,其實我很喜歡這個行業 因為我們可以到處去看看 然後到處玩 我們的玩就是也是工作也是表演 這是一個興趣的部分 然後也很熱愛這份工作 樂賽其招啊 那Abi,你再教我們一點點的舞蹈 我們就謝謝你好不好 謝謝Abi,真的好性感好漂亮喔 掰掰 我們今天的舞蹈有兩場 所以剛剛團體一場 是非常可愛的 還要對人們 那現在有一個非常性感的人們 剛才在生存換衣服的時候 今天就在生存配人物 是不是太性感了? 所以你們還覺得我的服裝性感 我應該還好吧 現在我們也來拍一下菲律賓的模特兒 讓大家看一下 這也是菲律賓的模特兒 來這邊也有菲律賓的模特兒 這邊也有一位喔,菲律賓的模特兒 這邊也有一位喔,菲律賓的模特兒 哈哈哈,他們都好熱情喔 他們都好熱情喔 哈哈哈,這邊是菲律賓的模特兒喔 這邊是菲律賓的模特兒喔 這是菲律賓的模特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我们常一起工作 然后Doris是我见过工作态度 最近也最棒的模特儿 谢谢精精照顾我 可是今天Doris我想要问一下 Doris最近的一则新闻 随便什么新闻 你最有印象的是哪一则 新闻吗 应该就是 选举 就是选举 选举比八年党还精彩 对每天都有新的战况 所以Doris你觉得 希望在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期许 希望就是台湾可以更有发展一点 因为如果比起国外 其实我们的努力程度 已经远远的落后别人 所以我们得必须要更加油才可以 讲真的啦 像我们出国工作 薪资是不是真的有比较好 好很多 可是我们这个薪资比台湾大概多两三倍 可是对于其他像内地的朋友来讲 我们还是便宜两三倍 对所以比起来我们真的是 其实我们的条件是不错的 手不短啊 对所以要多找我们 因为台湾人可能就是非常的 我觉得态度方面 或是工作专业都不会输别人 又漂亮 不好意思说 好谢谢Doris Doris Bye Bye 大家每次看到我本人都说我本人很瘦 然后说我本人比镜头上面瘦很多 今天要告诉大家什么叫瘦 我们呢旁边的这位美女呢 来跟大家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嗨大家好我叫陈以馨 以馨你多高多重 178公分然后50公斤 看到没这才叫瘦 诶以馨我要问一下 好以馨我问一下 就是你现在除了模特儿之外 还有没有在做其他的工作 我给自己不同的规划跟阶段 然后我之前三年多 除了早上有接model工作 晚上还会去打工 然后就是存了一点钱 接下来我下个阶段是要去其他城市跑 也是model工作 但我给自己一个预备的时间 大概一年的时间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好所以以馨那你接下来会去哪里工作 接下来要去香港三个月 对在香港之前 然后会先去欧洲工作完 然后就是再去香港 我觉得去其他城市多尝试 会有不同的机会 那我直接问你一下啦 费用在国外有没有比较高 有啊在香港的工作 就是可能在台湾是台币的价钱 在香港也是接到就是港币的价钱 但这样子讲 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哦差很多 只是你要去很 差四倍 对差四倍 那但是你要衡量那边的生活费 因为那边的房租啊也高 跟你的日常的费用 但是比较起来 应该还是可以存到比较多的钱 我希望是我的期许是这样 希望所以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试看 那宜馨啊未来如果台湾薪水 如果跟香港一样的话 你会不会想要在台湾工作 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优势的话 当然会想在台湾 因为我的家人啊都在台湾 但我自己也希望说可能到下一个阶段 自己已经不只是做这个工作 会有其他的发展性 对 对因为模特儿其实我们工作的年限 我们是有年限的哦 那所以宜馨在未来台湾的环境啊 你有没有希望说台湾能够有 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或是 我自己会希望 就是结合我所在工作上遇到的 可能资源 跟认识的人 然后可以到 带我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我没有给自己太大的预设 嗯 好那宜馨现在要用餐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餐盒 吃午餐啊 耶 谢谢雨昕 那我们就工作胜利了 拜拜 好我现在收工了 所以我现在在走回去旅馆的路上 早上我是坐计程车来的 是跟台湾的模特儿一起 可是因为主持比较早一点收工 我比他们早收工 所以现在呢我就一个人走回去 走回去大概要花十分钟吧 所以也不远 顺便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城市啊 可以看到哦 马尼拉到处都在建设 非常多的buildings 非常多的建筑物 然后现在都在建设当中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银行 这边有看到警察 应该是保全啦 在马尼拉很特别 到处不管你要进哪一栋大楼 都一定会要过安检 就连最普通的商场shopping mall 都一定要过安检耶 所以治安真的很 现在君君回到旅馆了 好开心哦 那刚才也有带大家看了一下 马尼拉的街景 其实我觉得台湾真的可以 以菲律宾为借境 因为菲律宾它在70年前 其实是亚洲第二强国 第一强国是日本 那为什么菲律宾到现在 会变成落后 会变得要去人民 要去当非雍 要去出国当外劳 其实是因为他们总统 马可氏把菲律宾贪光败光 这个人不但贪腐 还非常的集权 专制独裁 而且因为他很贪腐 所以底下的人呢 也都非常的贪腐 权贵欺负老百姓 百工百业都延荡 没有在发展经济 只是一直在一己之私搞贪污 所以现在我们反观台湾 有没有很多的弊案 贪腐不是指说 你把钱拿到自己口袋 才叫贪腐哦 把钱给特定的人士 让特定的集团受贿 或是特定的政党 这都算是贪腐的一种 另外贪腐如果要再导政 这个社会风气非常的难 像后来菲律宾也有人想要导政啊 可是已经积息已久 击毙太深 没有人可以改得过来 已经是心有余额力不足 那现在有出了一个杜特蒂 他的民调非常的高 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不过我们台湾 绝对不能走上这一步哦 一旦选了一个不好的执政者 接下来要改变社会风气 真的非常的难哦 再来之前马可是菲律宾那个总统 还很独裁专制 现在再来看一下我们台湾的领导人哦 最近有几个法案是让我觉得非常忧心的 中共同路人 我在想这是不是要 我是不是都不能帮中共讲任何的话 或是我不骂他 是不是也算是同路人 或是我去内地工作 是不是我也算中共同路人 另外还有司法官三分之二的大法官 都在执政者的手上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无法无天 有恃无恐啊 这就让我很担心的地方 再来最重要的是 一个国家社会风气一定要好 这个国家社会风气好了 整个国家不好也很难 像我们传统的一些四书五经 儒家思想理义廉耻 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都还要再加强 台面上唯一能够改变社会风气的候选人 就是韩国瑜 因为去年在选高雄市长 韩国瑜就已经成功的改变了 选举风气哦 他把陈其迈本来讲话很尖酸 变成了暖男 所以我也期待这样子改变高雄社会风气 选举社会风气的一个例子 可以以后改变到我们整个社会 不要因为政治的对立 或是观念的不同 然后看人家失败就沾沾自喜 我们有必要为了理念不同 而连人性连做人做事 最基本的道理都没有了吗 这样子不是很可悲吗 那我举香蕉煎饼当例子好了 香蕉煎饼的妹妹 在一个记者访问她的情况下 她说出了她的想法 然后在网路上遭到霸凌或是被骂 这些都是不应该的 所以虽然我跟她的政治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可是我到她的脸书去留言给她加油 而且我也支持她提告 因为做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 这个中心思想我们是要存在的 这样不然不就泯灭人性就不是人了吗 所以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改变社会风气 另外还有个例子 有一个我在美国看到小二的学生 他们有一天班上在玩游戏 有一个小男生赢了 他就大喊很开心 结果老师就把她叫到旁边跟她说 其实这个游戏当中每一个人都是赢家 因为最后大家都会通过 而且主要的是我们在享受这个游戏的过程 你赢了当然是很好 可是你大叫我赢了我是最棒的 有没有想到其他人的感受 你会让人家不舒服 这个小男生听了他听进去了 下一次在玩游戏的时候 他又赢了 他这一次没有大叫 他这一次就是默默的告诉老师说他赢了 而且他去看别的同学在干什么 那同学也很可爱 同学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看我 我知道你很棒 我知道你赢了 但是你看我会给我很大的压力 他也说OKOK我不是故意的 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希望社会的风气是像这样子 能够一片祥和 然后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尊重少数 我们欣赏别人的成功 欣赏别人的好 那同时我们自己也要更努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2020能够睁大眼睛 一定要选择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总统 我真的不想要像菲律宾这样子 台湾已经空转20年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真的要去当台庸 真的要去当台劳了 我现在自己已经觉得是台劳了 在我街坊的影片当中 大家应该有看到吧 你知道我们摩特尔跟内地的摩特尔 薪水差多少倍吗 四倍 我们如果接到是一万块台币 他们接到就是一万块人民币 所以真的很难过耶 台湾人这么优秀 大家看到影片 也应该看得出来 台湾的摩特尔真的很漂亮 真的非常优秀 所以拜托一下 低薪是政府要给我们 要对我们负的社会责任 所以拜托一下我们的领导者 也拜托一下大家 一定要选出最适合台湾的总统